在天道的地址,一貫地址,這種情形非常多 我記得,我在家鄉的時候 有一位前人,他的夫妻兩個都求道 他先生很發心,先生就說我要吃書 太太就說,你要吃書,我們兩個就離婚 他先生就說,哎呀,算了,不要這麼樣子的應徵 何必要用離婚來威脅我 我吃書也不是出家,對不對 希望你各吃,我們各人吃各人 他說,好吧,那你自己煮你自己,對吧 夫妻就要一起吃,你一不吃,你就自己煮 他說,好,我自己煮 他自己把菜煮好了,他太太就氣掉 就把那個豬油啊,拿著就給他拌著嚼嚼嚼,吃吧 他一看,真是,真是,唉,怎麼辦呢 他沒有講話,但是他眼淚流下來 他眼淚流下來 這個眼淚流,男孩子的眼淚流,不講話 也沒罵,也沒發脾氣,眼淚流下來 那這個眼淚流下來,這是一個很澄開的一個心情 我吃素也不是壞事 你為什麼,我自己煮的飯,菜,你還給我攪一些的豬油裡邊 你自己吃 唉,他流了眼淚,就不吃飯,今天不吃 就這樣 他太太氣氣了,好啦 你要想著這個修行嘛 那你就到過堂去做好了 就把他的行李這個捆一捆,就讓他到外面去 這樣子厲害 你看,這個先生可見這個太太平常 那真是完全要受太太的管制 那麼,先生到今天也沒有話說 好吧,就把行李廢了 就到過堂裡去 過堂簡直是說賢是吃杯 我太太不要我了 叫我到過堂裡去住 你給我一碗飯吃 給我一個地方住就好了 過堂一看 唉,好吧 那你就在這兒住吧 他就在這兒住,就在這兒吃飯 就在這兒放著半道半寺,就這樣 他就有事件啦,就到哪一個鄉間去幫他開道 到哪一個都市裡去住他的朋友 幫著別人去住造親 一天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五年 五年 沒有回家一次 真是出家了 有一天啊 有一天啊 他突然間 他就跟他們這些個簡春詩啊 前人們講 還有些個壇主在一起辦道的 所以說我啊 再住三天我就要走了 我就要走了 我就要走了 我辦你,我辦你 集所酒席,請大家 感謝大家 那大家這些個道親感覺得到很奇怪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那就拿他到病院去檢查身體 到各種的醫院裡頭去看看 你媽媽默默麥,有沒有問題 他就說他身體很好,很健康 沒有毛病 給他什麼呢 那他也回家去了 跟他太太說 說是我啊 告訴你一句話 道是真的 不是假料 道是真的 道真理真 天命真 這個一點也不虛假 我希望你好好修道 他太說 你又回來囉嗦來了 他說 我才不聽你這一套 你愛去修學資格 到外面去修學 不要回家了 回家就得要到紅塵裡了 即使要想到國堂去 你就不要回了 他說 是不錯 但是我這幾句話 不能夠告訴你 我不告訴你 我該叫做 夫妻一場 對不起你 但是 希望你要吃素 他說 我才不吃素 我才不吃素 他說 你不吃也沒有關係 我三天以後 我請你吃飯 辦一桌酒席 我請很多的朋友 你要不要去啊 他說 請吃飯嘛 我可以去 然後 他要去 他去了 所以他去了以後 那天啊 辦了好幾桌酒席 大家就來他吃飯 吃飯 他就把杯取起來 就說 各位高清 各位點傳師 前人 各位盤主 我今天啊 謝謝大家 多少年 照顧我了 我今天啊 公園國滿的 那呢 我也謝謝我姐太太 給她舉個杯 希望你以後好好要吃素 好好修造 把話說完 謝謝啊 把這個杯子 一放 他就做到什麼 馬上這個頭就 就 就 垂下去了 他想說 對 你什麼 你抬頭啊 嗯 就這樣就走了 就這樣就走了 真是做土而立化 這樣子以後 這是死了 好好的一個人 坐在請大家舉個杯 他說 我走了 再見 就這樣就走了 哦 大家心裡都感覺得到 非常感動 哎呀 這個道真是這樣子 修道路修道路 這就覺得太好了 那他歸空 他身上綿軟綿軟 真是動不停止下的臭味 他太太從這個地方 讓你覺悟了 他太太馬上給他的前人跪下 我讚醉 我阻礙我先生修道 啊 我非常懺愧 我進以後 我一定好好發心 真修 從這開始 到第三天 我們道中 我們道中 像方才 我們老師來戒竅一樣 他們不是來戒竅 戒了這個三臺 每天早晨都有三臺 有的時候是拔仙 有的時候是南海古佛 有的時候是釋迦牟 有的時候是釋迦牟 都有來道台 來訓話 這樣 今天突然間來一個 平常數不相識的一個 什麼 四個字 這位是龍田大帝 大家說這是誰呀 龍田大帝是哪一位呀 那他馬上說了 他說我就是三天前歸空的那位 吹點善師 請吹 吹點善師 所以各位 我告訴大家 像我們道中的 我們道中 歸空以後 像這位 這真是非常出奇呀 不可立望